我们来醒的这个站在舞台中间 然后先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先拍一张照 这是刚刚才拿下了我们这一个HITTO生猛女生奖 好 从我们的右手边开始 我们右手边的媒体朋友们相当多 相会这个停一下 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都捕捉一下画面 好 右前方 然后中间前方 谢谢 好 右边再看一下哦 好 那我们左手边也帮我们照顾一下 左手边刚刚这边还没有拍到 中间再一次好了 谢谢 好 最后右手边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哎呀 一直要转弯 好 左手边也在 那有需要补拍的麻烦 最后中间 谢谢 好 这有拍到了吗 好 谢谢 那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一下奖 然后说明一下麦克风 也请Karen Sissy先和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先打上招呼 好 大家好 我是Karen Sissy 你好 请多指教 Karen Sissy非常厉害的就是从15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创作了 然后累积非常多的音乐 当然在去年终于发行了这个首张专辑 很多人都说很好听 上一次我碰到Hush的时候 Hush也说 我最近好迷Karen Sissy的歌 然后我想说 哇 大家都有在听你的音乐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其实你的音乐 当然大家现在已经都听到傻眼专辑了 我最近才在这个网路上面听到了 我知道你在2017年的时候 因为有参加了创作营 然后那个时候有帮九龄蔡依林写了一首 这个Lady in Rap 就是我们红衣女孩 那今天在我们网路上也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这个 再拿回来重新自己诠释的翻唱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 其实会有这个机会是因为去年有参加一个创作营 叫做Muse 然后我跟外国的有几位作者一起写了红衣女孩这首歌 然后现在网上放出的那个demo版本 就是我们原本第一个给九龄听的最原始的demo版本 所以那个时候在交出去的时候 会不会有个心情想说 因为蔡依林好像之前没有唱过这样子的曲风 然后会不会担心说这个会不会被退稿啊 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顾忌呢 其实她还蛮担心的 因为毕竟她也是就是天后 所以我们一开始写的时候都是没有抱着50%的信心去写这首歌 然后后来知道她有选了这首歌 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所以最近呢 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呢 可以去网路上面听听看 因为Karen Sissy自己演唱的这个版本呢 非常的不一样 而且我知道最近呢 还有另外一首新单曲也推出了 哎呀 对没错没错 这首新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这首新歌就是因为暑假的时候 我有回去LA 有去过年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顺便有拍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影片 然后就把它放在了YouTube上面 对 然后就 搞笑有趣的一个影片 然后这首歌呢 目前呢也在这个YouTube上面也可以听得到 没错没错 当然希望呢 之后可以听到更多Karen Sissy的歌曲 因为就如同刚刚言雅伦来到台上说 她说现在的新人啊 每一个人都有很自己的特色 然后能够把自己的创作发挥的临近至 让我们的华语乐坛呢 有各种不同音乐的这个曲风可以来做选择 所以邀请Karen Sissy多多加油继续 为我们的华语乐坛加油 谢谢 也谢谢Karen Sissy 谢谢